伤害 虽然说现在有一些发达国家 疫苗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 并且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 基本实现全民免疫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 除了这20多个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来说 他们的恢复之路还远的 那么在这20多个发达国家中 应该说澳大利亚是非常幸运的一个 或许还是最幸运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对比 我们对比欧美 对比即使是对比是香港 新加坡 日本等等这些亚洲控制比较好的国家 澳大利亚对于疫情的控制 依然说可以说是除了中国以外 全世界最好 和新西兰相比 澳洲和新西兰几乎是一样 是发达国家中对于疫情控制最好的两个国家 所以他们虽然说是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这个幅度没有美国 没有欧洲这么大 第二关键的第二 就是一旦疫情控制住之后 全世界主要国家恢复经济的方法 就是通过实施大规模技术设施建设 桥梁 铁路 隧道 机场 等等的大型机械项目 这些项目可以最快时间 最短时间拉动大量就业 那么这些项目要是开动 没有一个三五年是做完的 而且以老外的速度可能要拖到十年 那么在这项目的进行过程中 就不断的需要资源 简单的就是钢筋 水泥 火凝土等等这些基本生物 生产的要素 这些原料主要来源最早的供货商 其实就是矿产 所以澳大利亚在未来全世界大型土木 这一份经济的三到五年时间里面 它将会是主要的收益方之一 所以我们说呢 澳洲作为法拉国家中 在过去12个月伤害受到最小 并且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潜在收益可能是最大的国家之一 应该说是非常幸运 所以我本人对于澳洲经济 未来三到五年时间是非常看好 不仅仅表现在房价 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需要资源 这个资源并不是说是马上需要是 我们说的是油啊 面包啊这些 而是为了从疫情中恢复 所需要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所运用到的原材料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HOMAR GAYS每日才能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